來關心菜家 因為中南部的財政 這麼嚴重 台北農產公司是表示 說今天菜市的晉慧龍 大約是有800多元 比前兩天是要減少一半 並且打不過的價格 大約是起兩席 所以這節也要再等兩禮拜 菜家才會回溫 這個是直接搶收 搶收 然後他們庫存的 菜籠庫存的 洪台跟鄉市後 平常市場買菜市是減很多 平常買菜 剛才看到有水上 介紹也是金東藥科路的因素 有話說 像整個手跟水連丁丁丁 因為三塊滷不通就沒火 其餐的當中 由於青菜看到的菜 像像湯匙菜 油菜 蚵仔菜 這個禮拜差不多一斤是四十塊 現在差不多一斤五十塊 那如果在菜上禮拜一斤是四十五至五十 現在是六十至七十 平均差不多七十塊 三峽 不瞭解可能對於蔬菜 也有造成了約三到四成的一個影響 那另外呢 農政單位也可能 對於一些比較大中的蔬菜 比如說高麗菜也即將也會透過我們公司的一個超市的通路 來做一些促銷的事宜 那我們視情況我們會來啟動這個平價作業 巴隆表示 一來台北市蔬菜淨火量差不多是八百七十九斤 比例是一千六百斤減買一半 蔬菜大賣平均交易的價值也由造成三十塊塊 起到四十六塊 起八塊塊 增加的福度差不多是二十三 水果 因為我今天只有買芭樂跟木瓜 價錢一斤大概漲了十十塊錢 另外農業報告是五月子 全台灣農順的統計 以冰冬官兩億四千萬最嚴重 華人的農順也有五千三百萬 那若分林是兩千六百萬 粗暴告計全台灣農順的金額超過三億六千萬 那若過幾乎是以金釣 雷鳳 芭樂 木瓜跟九丁丁 修順是比較吃辣的 記者 總法報道 記者 總法報道